周四凌晨白色轿车行经台一线台南麻豆时 疑劳驾驶 车子高速往画面左侧撞了上去 红绿灯跟一旁的消防栓都被撞到 现场喷出水花 当时两名麻豆分局六甲分住所的远警 货报到场处理 却遇到另一辆货车高速行驶而来 直接卷起被撞倒掉落在地上的电线 两名远警当场被电线半倒摔个四脚朝天 其中一名年仅27岁的核心远警 当时后脑勺重摔在地 当场昏迷 紧急送往齐美医院加护病房急救 事发后两天意识仍然还没恢复 才分发到麻豆分局十个月的时间 今年更荣获台南市警局的连结楷模 小孩更才刚出生两个月大 如今却遭逢狠获 台南市长昊卫哲也赶到医院 探视核心远警状况 我想我们也代表市民朋友们来 我也很希望他能够上市平稳 早日康复 能够回到岗位 继续为市民朋友服务 但是我想这个是真的非常不容 尤其警察同仁在执勤时候的安全问题 应该是被放在第一位 换卫者也希望大家一起集气 让核心远警尽早脱离险境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报道